謝謝主席,麻煩有請主委 好,現在有請,謝謝主委 官員好 主委好,上個會期期末的時候 我跟您自發,你們原能會拿納稅人的錢 把大家當凱子,三千一百萬,三千三百萬,兩千多萬的計畫 一份一份,這樣子抄 然後那個時候,我公開揭露這件事情 我把詳細的比對全部都做出來了 好,您跟我承諾說,三個月之內要他們改寫,改寫完了嗎? 改寫完了 確定嗎?真的改寫完了嗎? 重點是,可能沒有疑黃委員的意 那個我們等一下再講嘛,第一個是你承諾我嘛 說他們要改寫嘛,你說他們改寫完了 但不對啊,我上去看,只有2017年部分的報告改了啊 2016年的報告,根本半個字也沒改啊 什麼叫改寫完了? 你們原能會對於,拿了幾千萬,去給人家做研究 抄來抄去,這麼寬大,不追究責任 然後只要求他改寫,結果也沒有改寫完啊 黃委員,我是不是請這個中進事務王處長 我沒有要求 對啊,好嘛,你們有要求 大家關心的事情是,你要求有沒有落實啊 黃委員,我們在,我們以104年為主 然後去針對比對 那105跟106年的,兩年的報告 我們都針對於,專家委員審查 認為有疑慮的部分,我們都請清華大學重新跟正 來,你們回憶去齁,去對 2016年的報告 我昨天,我今天要執行以前 我昨天才上網站去看 2016年的報告根本沒改寫啊 抄襲的地方一樣抄襲啊 那就很奇怪啦 你們跟大家承諾 說三個月之內要改寫 那現實上也沒有啊 處長,請針對委員的質詢 一五一十的回答,有什麼困難度 或者是你給他們,要求他們,他們並沒有 你這邊有映入的,非常清楚回答委員的質詢好不好 謝謝 我們有改寫 就是請清華大學改寫 2016有改寫嗎 有 那為什麼在網路上面的報告根本沒改寫 你們是不是可以會後 把清華大學針對之前抄襲的部分 後面的兩份報告,哪些部分有改寫 標註起來,送來我辦公室 好,可以嗎?可以可以可以 好,下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喔 我上次就跟你們講了說 你們在第一份報告,花了國家三千多萬的以後 你們按照你們跟清華大學 跟那些人所簽訂的製作財產權的合約 製作財產權就完全移轉啊 完全移轉以後,第二份報告,抄第一份報告 這個就構成了製作權的侵害啊 結果,你們所謂去找三個專家來說 不構成侵害,那我就非常好奇啦 請問這三位專家是誰? 因為他們所提出來的解釋,老實講啊 以我都注作權法的理解,完全沒有辦法認同 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我非常好奇這三位專家是誰? 用什麼樣子的標準來審核這件事情說 這樣幾千萬的報告插來插去 沒有去違反我們政府的注作財產權 請問這三位專家是誰? 報告委員,我們這三位專家是透過經濟部製裁局 他推薦的兩位法律專家,還有針對... 對啊,他們敢去包庇這些人就要負責任嘛 要不然我們政府的運作不是很荒謬嗎? 原來會先放水 被我抓到了以後 去找三個姓名不詳的人來背書 說不構成猜襲 那這三位專家不能夠具名嗎? 他們的意見你們送來我這邊我看了啊 我老實講我看不懂 第一個問題他說 部分的內容未受注作權法保護 來,哪一個部分的內容沒有受注作權法保護 依照注作權法第九條的規定 下列各款不得為注作權之標的 有哪些不受注作權法的保護請說明 專家的意見是說 因為它的摘要前沿的部分是 直接引用我們的中綱計畫 然後中綱計畫它是政府文書 它本身就不受注作權法的保護 來看一下齁 第九條第幾款的規定 如果啦齁,政府文書不做注作權法的保護 那就非常可笑啦 那你們還跟人家簽什麼注作權移轉合約 如果啦,做出來的東西歸屬於政府 比如受注作權保護 那你簽那個注作權移轉合約要幹嘛? 我聽不懂啊 你的意思是說齁,按照你們目前原能會 所請的專家學者的意見 只要是政府的出版物都不受注作權法的保護 所以政府的出版物我自己拿去翻譯 然後拿去販賣,拿去牟利 通通都沒有違反注作權法 這個是原能會的高明的法律見解嗎? 我想這是專家學者給我們的建議 對嘛,所以我就說嘛 你什麼事情都推給不具名的專家 那我現在跟你就事論事啊 我已經把注作權法亮出來了 請人呢會告訴全體納稅人 花了幾千萬的東西 結果請人家做出來的 屬於政府所有 但是竟然不受注作權法的保護 到底是哪一款的規定啊? 我想那個 有關注作權法的部分的話 我們有提供黃委員書面的資料 對啊,那你提供的書面資料 我現在亮出來就給你看啦 那你們現在打馬虎眼的程度上 我有給你書面資料 那我現在就按照你給我的書面資料 過來請教你 你的書面資料告訴我說 部分的內容未受注作權法保護 那我現在就請教你嘛 這個報告是你給我們的 原能會要負責吧 那原能會所講不受注作權法保護的就所何止 請說明 不是 我想我們在重演這件事情齁 基本上呢 你不要跟我講你處理什麼態度 剛主席不是已經財事了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嗎 我現在就講啦 你給我的報告敢寫 我們花了幾千萬的東西 政府好不容易取奪注作財產權 但是按照原能會所找的不具名的專家的意見 不受注作權法保護 請用道理說服我 請問按照製作權法 第九條第幾款的規定 它不是製作權的標的 是憲法法律命令嗎 蛤 是中央或地方機關 針對憲法法律或命令 所做成的翻譯物或編輯物嗎 到底是什麼 這法律上我完全沒有看到任何依據啊 我想我想我剛剛跟委員報告過 就是我們的照標規範跟我們的中程綱要計畫書 這些都是我原能會所提出來的 然後他在摘要跟前沿的部分 我上一次在委員會裡面 我已經對給你看過了 從摘要原文前沿 研究的內容到最後 從第一頁抄到一百多頁 我每一頁都幫你們做好功課了 結果你今天還在這邊跟我打馬虎眼 十三個月要修正沒有修正 現在竟然告訴大家說 這不受著作全法的保護 你們太離譜了吧 我現在請教你啊 你不受著作全法的保護 是按照第九條哪一款的規定 你又打不出來 面對國會的精度可以用這種態度嗎 謝謝黃國昌委員所提出的這個質疑 本席在這邊做了一個財事 主委還有中和處的處長對吧 我們原文會用人民的納稅錢 請這些人提出一些計劃報告的時候 原文會你就有監督跟財事的權利 所以你們不能夠說 用其他的方式來迴避 來回答黃國昌委員所說的 你是用人民的納稅錢來做計劃的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 主委跟處長 你們一定要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態度 而不是用這個助作全法 這樣子的一個寒言的帶過去 所以本席要求你們在一個禮拜之內 更具體的說法還有你們的作為 給本席委員會好不好黃國昌委員 可以啊那謝謝 拜託齁請你們針對問題回答 主委你剛剛說按照第二款 第二款再看一下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全款助作物 所做成的翻譯物或編輯物 這樣符合助作全法 第九條第二款的規定 主委哪一個你們請的法律專家 要跟全國的法律人全國法官全國律師背書 說這個是我們中央政府機關的態度 我們會後提供這個好嗎 沒有啊 你上個會期就這樣給我打馬虎眼啊 一個夏天過去啊 好幾個月啊 結果送來這什麼東西 那些人幾千萬的錢 反正不是你們自己要不要拋出來的 隨隨便便沒有關係 可以這樣喔 不可以這樣 謝謝黃國昌委員 本席剛剛已經做過的財事了 我請主委跟處長你們要扛起這個責任 因為這個預算是從我們原能會出去的 所以不能夠說把它推給其他的部會好不好 謝謝一個禮拜之內 給我們非常完整的一個回答 非常感謝主席的財事 我只有一個強烈的建議 校園委員會做成一個決議 要求原能會 針對這件事情以違反助作全法提出告訴 因為這是告訴乃論 這是告訴乃論 原能會不提出告訴 這件事情永遠沒有機會 接受司法的偵查跟審查 我強烈的要求原能會 把這件事情移送法辦 移給台北地檢署 看台北地檢署 交出來的法律意見 會不會 如同你們原能會所講的不具名的專家一樣 這是不受著作全法保護 這麼荒謬的法律見解 好 謝謝黃黃昌委員 我想一個禮拜之內提出了所有的說明之後呢 我們再處理剛剛黃國昌委員他所提的意見 好不好 謝謝